大家下午好 平安健康 财费股市今天 它当然走的是让你料想不到的 但是都在我之前的规划里面 有的时候买进的一个机会 就稍纵即逝 当然就是说是你 你个股的表现都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 你说像ABF载版 当然我相信这些都是属于 高级数值的这些所谓相关的公司 他们未来绝对有表现的机会 但有的时候就是说 在股市里面有的时候要看现在 我们能够把时间拉得最短的时间 就具有所谓的价差或者有波段 那是最好的事情 人都是这个样 你要说半年以后 我们下半年7月到9月 第三季的时候的ABF载版 要有一个机会 走出一个所谓的 大幅的一个跌生的反弹 那没有用 那要等到半年 最起码也是三个月以后 所以这个过程 昨天我就已经先跟各位谈了 你有的时候就是说是 你有的时候很坚持 那有的时候又不坚持 那都坚持一些 就是所谓的一个看坏 就是说看错的东西你坚持 你看对的可能就不会坚持 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概念 这人性的弱点那怎么办呢 同样对对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如果是对的 你不坚持 你明明就看错的 你坚持 这个是很 很玄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就是说 在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就对大盘指数来讲了 我们大盘指数 为什么开低就走高 中国投资人可以告诉我吗 跌的加速也有啊 那当然就是说 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要多 不管集中 不管OTC啊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台股 就是说是可以再创新高 啊 有没有再创新高 1919532 有没有再创新高 有吗 为什么 嗯 答案记得吗 387517163 他们涨了 就是说到昨天半导体费办指数 收盘指数 他的一个从3875到昨天收盘指数 上涨了差不多26个percent 我们台股到昨天收盘 是上涨11个percent 我们连他的一半都没涨到 那你说就算昨天整体的非半指数 他压回 这个压回 压回3875在哪里 我我我做给大家看这个位置 38751月4号对吧 从这个地方到昨天 他还有26个percent 这个涨幅是26个percent 你同样台股17463 来到昨天 来到昨天 11个percent 这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你看到美股真的压回来的时候 台股开低很可能是你的机会 它的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每一个投资朋友们都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就想了 哦 我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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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就是在等的过程里面呢 很可能就是把一些好的个股的一个低阶的机会 你错过掉 因为他今天整体的走势 各位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是一个开低 开低之后仍然全部都走高 不管OTC 不管集中 好 当然就是说我们看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的话 南电8046 都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些个股还在破底 还在破底 那你说3189的紧缩 对不对 可能要测前低了 也是破近期的低点 3037 这个外资还在往上拉呢 因为什么 他那时候外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针对新兴做调高平等的动作 他做调高平等动作 结果第二天 法说会公布 就是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order都不清楚 都不亮 一根藏黑这样下来 那这个就是空方式大量 这个空方式大量的高点 191.5很辛苦 很辛苦 你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做出 有效筹码成练 在这所谓的基本面 有些转机的时候 你在网上供 我就这么讲 我直接这不讲好了 投资员们 Wi-Fi 7成长不代表PC会成长 你同意这句话吧 我再讲一遍 云端的AI 也就是AI server 现在开始进入中端 中端有所谓的AI PC 有所谓的AI 手机 对吧 将来都要走AI 好 你既然走到AI 我就必须要有所谓的 Wi-Fi 7吧 你没有搭配Wi-Fi 7 你要算是一个AI手机 或AI PC 那太牵强了吧 好 那也就是说Wi-Fi 7 它等于是全新的一个应用 而且就今年 今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应用 好 那你现在全部都用Wi-Fi 7 Wi-Fi 7这个地方是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那我跟各位谈过什么 我说现在考量广达什么 广达什么伪创 你根本都不要考量它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整体的PC来讲的话 去年第四季忘记不忘 库存仍然很高 所以说你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不会好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Dale的这个AIPC 所以说你伪创怎么样 没好 你在你的营收比重很低的 不高的 所以说我也跟各位谈到了 整个PC族群 尤其是ODM OEM这个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代工PC的 我不会去碰它 各位你知道我整体上面 我们每一组的团队成员就最多不超过三党 到目前为止都两党以内 有一党的有两党的 连三党的都没有 那你叫我去选一个PC干嘛呢 ODM OEM的PC干嘛呢 我不会去选它的 好 那我要跟各位谈到的就是说 你AIPC 你有NVIDIA这么好的财报 你NVIDIA真的要看谁的 你要看Intel啊 为什么 NVIDIA的NIAIPC 它在找联发科在做搭配 那它能够真正往上走的时间 没那么快 你要回头去看 整体今年第一季来讲的话 PC的收益 PC整体的营收往下掉嘛 整体的PC往下掉 好 那我们说去年2.5亿台的产出 2.5亿台 那你今年就等于是说 不会你在上半年的话 整体跟去年上半年的 歪歪来比较的话 就衰退 智慧手机不一样 智慧手机成长 好 那这时候回头来了 我刚刚有讲过 你Wi-Fi7成长不代表PC成长 PC是衰退的 对吧 好 那你PC衰退 我请问你嘛 AIPC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上路 那你这个 你这个载版 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需求会大到哪里去呢 不能够嘛 这个产业一环过一环的 你 对不对 它就不在那个当头上面 它不红 现在 你不要去碰 好 结果呢 你看 当时啊 外资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他给它调高平等行星 196.5的高点 现在是多少 现在在173了 3189的景硕 当时我还在说 在友台的一个盘中的一个 所谓现场连接 我说你星星要冲啊 你先把景硕这个多方式 大量高点给突破 否则的话 你星星也冲不过去的 我们经常讲 就是说是 美国的一个英文单子 Useless 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没有用 这就是一个悬骨的一个方向 就是一个悬骨的方向 我有的时候都自己在 在检讨我自己 我告诉各位啊 我老祖宗说一日三省无声 其实我真的都有在想 但是我想的大部分的事情 就是说两个部分 第一个做人处事 第二个带会员选股的一个内涵 我都在想这两件事情 我曾经说过 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 但人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你都希望就是说 未来的每一天都比现在要更好 你可能有很多毛病 一个人怎么会没有毛病呢 我也很多毛病 但是我总是希望 把我的毛病在第二天 让这个毛病能够往下掉 降低 能够降低 那我有的时候也在思考 我在选股票 做事这个部分的选股票的时候 有的时候选股票 我还是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自我的要求 我还是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自我的要求 那老师说这个部分 为什么这样 人心的弱点 我也有人心的弱点 有啊 所以有的时候 在面对股市的时候 不管大盘不短 个股的时候 我总是还是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100%我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已经几乎用了极度的专业 来克服我人心的弱点 我克服非常多 我说实在话 这个真的 你没有话讲 只是我还不到一百分 那你说全市场有谁一百分 没有 好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谈到了 所谓的PC AIPC 不管是广达 伪创 或者是所谓的 这些载版 这个景硕 新兴 南电 不在我的考量之内 谁没有看到 谁没有看到这些载版三雄 他已经跌到什么地方了 谁没看到 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也不会动他 不会动他 好 那回头来看Wi-Fi 7 Wi-Fi 7的话 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 四九六八立即开法说 开法说 他释出了某些讯息 好 那当然这个讯息 它是一个利空 那这个等于是开低走低 各位你看得非常清楚 是开低走低 这一根 对啊 就反映在礼拜一三月四号 开低走低 而且出量 出大量 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因为整体的公司 预估比较保守 他认为今年的营收比重 在Wi-Fi 7这个部分 可能只占它十个percent 在营收比重 全年的营收比重 只占十个percent 那这个部分 它是算得比较保守 那当然我认为 就是说 这个算 它算是比较保守 但对整体的后续的一个考量来看的话 它越保守其实越好 不要讲得太乐观 你讲得太乐观的话 反而会造成很多投资人追进去 反而高档 就是说爆量套牢 这个部分的话 反而很麻烦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去年第四季 他还是赔了三保七 本来就是说是相关的 一些资讯就是说 他去年第四季应该本夜是正的 结果还是负零点三七 赔了三毛七 那赔了三毛七这件事情 他反应了没有 他反应了 赔了三毛七的话 他反应了 从第三季 去年前三季 2.09到第四季 2.46 这是第四季赔了三毛七 对吧 这个利空反应了 反应在哪个 就这一个 好 那我现在要谈了 WiFi 7没了吗 今年没有WiFi 7了吗 有 营收比重10个percent 这个放出这个利空嘛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说 营收比重 今年真的超过10个percent的话 是不是变成利机的利多 我经常讲一个利空 后面一个利多嘛 对吧 那你说WiFi 7 今年只占10个percent 那你未来如果有15个percent 20个percent 是不是变利多 你前面利空 后面利多 对吧 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点 好第一点 那我接着就要再问了 那我接着就要再问了 请问全台湾来讲的话 最具有竞争力 我们说WiFi 7有三个部分 最起码三个部分 我直接讲 我看好WiFi 7 虽然就是说 投资人你看 2月1号176.5的利机买进 3月1号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五 它涨停到248的时候 我们出掉22.5 3月1号 3月1号 这一天 它涨停是248 3月1号 出掉 这根涨停完全跟无关 好 完全无关 好 开始有压回 压回 现在在这个地方 好 你不要小看这个 2月1号到3月1号 这总共66块一个月的时间 好 你10张就66万 你买10张的利机就66万 你放口袋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WiFi 7现在不看好了 就没有WiFi 7了 没有WiFi 7一定 我昨天跟各位谈到AIPC AI手机 AI手机 各位 去年出货11.7亿支 今年的AI手机 应该会来到15%的渗透率 你AIPC今年就 你PC今年就算衰退 可是AIPC今年会到4000万台 这4000万台全部都是WiFi 7 你想过这个账了没有 你PC是衰退的 但是我AIPC今年预计要4万台 我4万台全部要WiFi 7了 我AI手机 一点 去年出货11.7亿支 今年渗透率来讲的话 我1.6亿支 1.7亿支 WiFi 这个WiFi 有WiFi 7的AI手机 这个WiFi 7的功能 全部都从无到有 是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刺激 未来这样子的讯息 你会再看到很多 在平面媒体报章杂志 或者连线的时候 很多分析师都会讲出来的东西 因为什么这些未来 都会成为利多 只要一讲WiFi 7 这个爆发力 这个成长 渗透率 怎么样 开始所谓的 我要问 今年秋天i16 苹果的i16新机 要不要WiFi 7 他再不搞WiFi 7 苹果市值 现在都已经跌破 2.7兆 等于是2.7兆 都已经跌破了 他本来3兆美金 他本来全球市值 第一名的超过3兆美金 现在已经搞到 2.7兆都跌破了 输给微软2.99兆 人家NVIDIA 现在都已经来到 2.15兆 接近2.2兆了 我看你苹果要怎么搞 自动 Apple Car 结束了 回头往AI搞 对吧 那你请你告诉我 i16手机 今年秋天你发表 你不要有WiFi 7 你还能干吗 你库克是不是 真的要下台了呢 真的不能够了 人家三星出来 人家OPPO出来 人家Vivo出来 人家这个小米出来了 结果你WiFi 7 还不出来 这样不行吗 好 所以说未来跟WiFi 7的讯息来讲的话 几乎全部都是利多 而且是一整年长线的利多 那请你告诉我 WiFi 7要 又重要 好 现在回头 那到底是载版重要 还是WiFi 7重要 还是所谓的PC OEM ODM的厂商重要 已经很清楚了 WiFi 7 好 WiFi 7 我们讲到就是说 利基 利基是射频模组前端元件 WiFi 7的元件 好 那你这个前端 你还要把PA Power Adapter 你就像全新 或者是宏杰克 好 那你认为前端模组 还需要些什么东西 还需要些所谓的双控器 还需要有一些高频元件 在里面 除了你WiFi的元件 还有一些其他高频元件 那这个部分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在做 我们已经出手了 投资朋友们 你要知道 有压回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就应该要出手 股价位阶相对在低档 从月线来看 那你要说 我现在秀给大家 不用秀嘛 以后将来一段时间 就好像就所谓的光盛 对不对 我们71块买进的光盛 这一路供供供供 供到150几块 1月实际上买的光盛 我是到2月份才公布 因为它释放所谓的一个利多了嘛 拿到Google大单 对不对 光缆交接器 交接箱 这个部分等于是Google 唯一在台湾的一个所谓的订单 那当然对六四十二的光盛 这个利多出来 我就要跟各位谈了 结果是88块的价差 放口袋 对不对 88块的价差 放口袋 当时我还跟各位谈到 你180的基力科价差 你来不及 你177块半神盾价差来不及 因为这个是8月17号去年 这个是去年11月17号 这个是今年的1月2号 122块的巨有科你来不及 没有关系 那你这档 我上节目也没有多久 我1月份104年元淡进来的 在非凡频道跟大家见面 我要跟各位谈 每一天都是好时间 你只要想通了 坏的不要坚持 好的坚持下去 什么样的个股 当然我在这边 绞尽嘴舌 你不见得会去听的 而且你不听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往往这样子的话 它显露出你的一个 对坏的坚持 因为什么 人性怎么样 舍不得 哎呀某某某 你现在把买进 就是说WiFi7那一档股票 我们都还没有讲过 也都才刚刚开始布局 我不是说是第五档第六档 我跟各位谈到了没有 有谈过吗 一二三四 第五第六 就第五第六 你交给我就对了 哎呀 你现在团队成员 你先进入我的新的团队成员 现在把你手上十张南电 我慢慢的调节 买进那一档股票 买到了以后 就南电就做调节 有几个愿意听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 很少 但是听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的规划 你会成为赢家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将来会减少南电的亏损 从这一档个股 能够make up 能够cover 你南电的亏损 紧缩的亏损 伪创的亏损 广大的亏损 等等都一样 所以说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跟各位谈到的是什么 请问全国投资朋友们 你有看过一个分析师 在全球多空因素剖析里面 会跟你谈废一半指数的3875 就台股的17463吗 有没有 有吧 这个跟联邦利率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今天我对大盘 我了解 你就应该相信孔祥词的能耐吧 如果你认同孔祥词操盘团队的专业 跟诚信 我们的advantage 第一个全球多空因素剖析 第二个从产业出发 掌握各股的前端资讯 精算筹码量价结构 持股不超过三党 也就是说资金集中的动作 你如果需要我的帮助 广告的电话 你知道该怎么利用 你知道该怎么利用 我只能跟各位谈到的强势好股 有第五党第六党 第五党第六党的各股 全新标的开始布局 过去那四党你都来不及 不管是金利克神盾具有光胜 好吧 4968利基66块 你也没有来得及 从头开始你一定可以 需要我的帮助 你知道该怎么做 广告中的电话 你尽量利用就对了 把握机会 迈向财富自由 这是我跟我团队签面 我个人的目标 希望你也在我的团队 将来这两党股票 我一定会开 他只要暴力多的时候 我就要开 开牌的时候 你就在我旁边 好吧 一通电话让孔祥志帮助各位 我们进广告 待会儿来 你说3443的创意 过一个晚上 140块价差 2454联发科创高 3653的建策 来到1000块 全部都命中 这些价差 我都没有再讲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重点 两趟华泰 一趟14块 一趟3块 17块的价差 我都不谈了 都不用谈了 很多股票真的都没有谈 那我要跟各位谈的是什么 一来一回 差很多 一来一回 差很多 好 我们先来跟各位谈这个好了 来 我们4968立即 我们在2月1号 好 这天出手 这天出手 对吧 好 176.5 2月1号 好 这一路 攻到这个地方 这一天 3月1号 好 这根长虹涨停 我们没有卖到208 28 我们卖到22.5 OK 好 我打这张股票 804难点 有没有一来一回 差很多 嗯 你认为 有没有一来一回 差很多 紧说 你知道一来一回 差很多的意义 就是说 你本来立即有66块钱的价差一张 6万6 结果你没弄 结果呢 你搞到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你买进了所谓的南店 在227 来到了今天 227是206 一张你赔了21块 一张赔2万一 66块挣的 你没有 结果你现在是负的21块 21块负的 66加21 这样来回 87 来回是差87 一个正66 一个是负21 你自己算一下 这是不是一来一回 差很多 我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账 我跟各位谈账 投资朋友最不敢出手的位置 1月16 1月17 1月18 1月18就是我出手 PMIC WiFi Saver的来解 1月18 对吧 这一天 你敢出手吗 换回来 在这个地方 2017 174到2017 5 33块半 对不对 你不要去追 你为什么要去追呢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压回来了 压回来 你又可以留意了 问题是 所以说 所有的内容 就是说 对我来讲的话 整个族群WiFi Saver 光通讯最上游的累积 等等这些个股 你应该需要 特别留意它的机会 任何一通电话 我孔祥词都会帮助大家 重点是 我的第五档 第六档 你们绝对有机会 跟着孔祥词的指令 做低节布局的动作 一通电话 让孔祥词来帮助大家 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明同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